完了兩天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學吧 對話碼部分就是這個 那是要直接到網頁那邊去領取的 就是輸入你的角色ID 然後序號那些就可以去進行對話 角色推薦文章這邊有找得到 就是第一天推到第八章 他靠的是妖精隊 核心三本柱 這三位角色 其實進行推翻的 那核心應該就是薇薇安 他是輸出 右邊是坦克 左邊是手主角 然後還有手抽跟實用的角色推薦這篇文章 這邊有推薦有特定的幾位角色 然後BP是30 所以這邊就是看看就寫了 基本上這款遊戲除了第一天很乾之外 大概花7個小時左右吧 第二天超級癢乾了 我只花半個小時而已 你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只有花半個小時 因為我的主線關卡推到 7-16 就難得再推啦 因為我都知道當天就會退油了嘛 那在戰鬥力部分看到這樣子我8萬嘛 敵方8萬3的情況下 如果我一直往後面再推下去 估計 不知道能不能推到機制35啦 再來冒險部分 那冒險部分啊 除了第一天你打完了以後 接下來 好像就沒什麼事做了 除了只有一些特定的 像 記憶回廊 這個地方 你可以 再用推薦戰鬥力 然後再重置進度 然後再重推 可以你去 拿更好的獎勵 還有挑戰部分的雙重傳送門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你可以重置進度 然後找一個推薦戰鬥力OK的然後去打一下 雙重傳送門的意思就是說 左右兩邊你都要各打一次 那你的進度就完成了 基本上第二天就是真的沒什麼事做啦 那競技場推完以後 再來就是領地這邊 領地這邊做個簡單介紹吧 領地這邊對主要就是把夥伴派出去打工嘛 然後你過一陣子 進來 然後 再領起獎勵以後 再把派出去 那這些 建造啊 這些啊 你可以在右邊的領地商店 他打工就會賺錢回來嘛 你就可以去進行兌換 去增加舒適度 那你這樣子你領地就會再提升啦 除了這些以外啊 領地這邊還有任務啊 就是像清除垃圾啊 還是打十隻怪物啊 怎麼有人躺在這裡 好啦 然後還有 就是像上面這些妹子啊 這些妹子你還可以提供友好度 一天可以選三位 大概領地就做這些事情而已喔 然後就是佈置 你的家裡 然後像大致上就像這個樣子喔 當前活動只是這位角色的 那他也不是天師與惡魔這種屬性的 就是比較一般的角色職業而已喔 只是體力上升而已 那這兩天下來大概 六七十抽吧 我後來發現他這邊還給的算OK啦 然後動止色的機率還算是挺高的 然後柳情召喚這邊也是抽到紫色的 所以 真的要玩的朋友們你可以把 好友給加滿喔 就是互相送愛心嘛 遺物召喚的話 用完金灘選擇了之後啊 接下來 就是 他可以進行升階嘛 就是如果你又抽到一模一樣的 他就會累積碎片 累積滿了以後 他就可以從一階升到二階 就像這個樣子喔 你看信念之盾 他已經到等級二了 但是 嗯 他這樣實抽啊 我花了幾千算有了吧 我發現這也是個坑喔 因為你要把這個疊上去嘛 也算是個巨坑喔 除了強化以外 就是你要去搜集碎片 不斷的去抽啦 然後把你的 等級往上拉 他的上限原本是10等 就會拉到15等 而在鑽石的消耗部分 我就是買裝備吧 或者是抽遺物而已喔 一般的轉戰池 我都是用轉戰券啦 所以都是抽個紫色這樣子 那這款遊戲啊 最缺的就是金幣喔 就是說沒有金幣的話 你也沒辦法成長了 你就只能掛著喔 大部分的取得管道 你都拿到了以後 你接下來就只能等待掛機收益了嘛 看一下商店嘛 我今天就買了這些東西啊 像這個裝備的話 你點下去右上方 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些精靈 他有支援這些裝備 那你有缺的話就可以順便買啦 這是我個人是這樣子啦 反正我 發現你如果把石頭拿去抽 角色有點浪費喔 那 既然他的內容性不高的情況下 這款遊戲就是 比較適合無科玩家玩喔 其實 如果你本身中科玩家 或者是會花錢的玩家 我 不是很推薦來玩這款 因為你沒有試作 沒有試作你就只能等待月卡的收益嘛 然後就開始去轉戰收角色 然後看你的血統如何 那再加上角色本身也不是說特別香啊 一般來講啊 這種類型啊 就是等待掛機收益成長的遊戲啊 角色應該都是很香的嘛 就是發育又要好 又好又大 然後又強 一般都是會做成這樣嘛 就像少女回戰這個樣子喔 所以啊 不要看少女回戰 他戰鬥爛的可以喔 光 他那些角色 那些動作 還有他的香度 人家就很容易去砸錢 目前傳送門 我打到42關 來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我比較不明白這一點就是 公會為什麼上限只有5個 未來可能是會變多啦 但是 只有5位的話 那是不是意味著說 4名成員可以打麻將 然後我負責初老千這種概念嗎 反正 這一塊有點詭異啊 那 5個一組的公會系統就顯得你更 單機了喔 因為5個要同時上限也很難啦 除了你本身有朋友之外 不然 這些公會成員喔 感覺起來 大家也是各玩各的啦 所以這款遊戲 如果你細看你會發現 其他缺點是挺多的啦 除了畫面還有戰鬥做得非常棒之外 其他的 倒是普普通通 現在平均等級在81等左右嘛 那估計到了100等就是第一個階段的轉換期啦 那因為100等再上去你就要 吃同名卡的嘛 你就要養上去啦 然後100等就變120等 140等 應該是這樣子往上推嘛 那如果是無科玩家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是要以兩卡這樣子慢慢養上去 那就是 等級同步了以後 因為那些得掉卡 比較容易上去嘛 那疊高等級了以後 你就把主力卡 放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玩法就跟放置英雄啦 大部分的放置類型遊戲也是一樣 其實這款遊戲算是放置類型遊戲啦 那 最大的缺點是在於 他戰鬥是無法跳過的啦 所以 顯得就非常耗時間了 玩起來 就 不是那麼好玩啦 我個人是覺得 挺無聊的 如果真的好玩 我也不可能只玩兩天嘛 也不對 就是玩不到兩天 其實就有萌生對意了 然後就是 七至十六關卡 七至十六因為戰力相差比較近嘛 所以打這種關卡就很簡單了 看一下刺客那個輸出很強 來我再開一下刺客大招 碰 等一下他死掉了 敵方的後排就這樣不用秒了 好所以我發現一個團隊裡面刺客 串色核心角色 而且 把他養起來以後 他的輸出會變得非常明顯 他打出來的傷害是相當痛的 咦 那個妹子誰 跌入帽子裡面 下到你了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總輸出 就是這個樣子 你有看到刺客嗎 不過他有開大招啦 但是他表現還算是相當好的 那麼一天下來的成長模式 好來這邊就 分享給各位吧 一開始進來 我們就領起掛機收益 對不對 領了一些很窮痠的金幣 金幣真的是給超少的 接下來一般都會來進行強化角色嘛 強化角色 然後破產了 破產了以後 你就會點著上方的任務 每日任務全部把它做完 對不對 然後下方的領地 做完 做完好感度 然後派去打工 冒險這邊 能推的就推一推啊 如果還是跑冷卻的話 你就休息 這邊全部弄完了 情況下 你就下線了 其實就這樣而已 這款遊戲就只有這樣 那下線以後 所要工作要幹嘛 就是純鑽石 或者是純一些轉戰券嘛 然後就是開始抽角色 大致當這個樣子啦 就跟一般的遊戲玩法是一樣的 那 你有抽到你喜歡的角色 就可以慢慢養 其實這款遊戲 怎麼看都很適合無課玩 就是跟他耗了 無課很推薦玩的 我不太建議眾客來玩 這款遊戲眾客玩你會越玩越沒意思 因為角色的部分 除非 他更豐富 然後又更香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你花錢 才有那個價值 整體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再見 by bwd6